宅男就是罗德胜的写照 15岁开始整整14年 几乎足不出户 对生活失去热情 更不愿与人接触 直到29岁那年 父亲罹患肾病 慈激志工每个月到家里关怀 罗德胜开始改变 在志工邀约下 他到医疹中心还有环保站付出 一步步跨越了心理障碍 封闭的心终于打开 一个志工的成长是成语情的堆叠 也因为如此才走得长久 带新闻吕佳佳邓凯生 马来西亚报道 泰国清迈慈激学校举办毕业 接下来